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 是令人很兴奋 富裕人生 邀请您一同加入 饮料华尔街 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饮料华尔街 虽然今天指数跌了100多点快200点 但是对我们来讲 今天这指数应该涨了快500点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很多股票全面喷出全面大涨 所以现阶段操作我讲的重点不在指数 我在指数在这个过程推升过程里面 这边我跟各位讲 他会回撤 补缺口 或是补这个缺口都可以 那如果是只补这个缺口他就强势格局嘛 对不对 那接下来讲指数就不要管他 重点在个股 为什么 因为现阶段加权指数 他当时突破前高之后现阶段这个位置点 离 所谓的贵买指数 相对的一个位置点 远不远很远吗 所以贵买是落后的 懂我意思吗 那很多造型个股 这边 他是有机会 去持续做补涨 那你说昨天贵买创高之后 今天稍微拉回来 这K棒好像对等 有点可怕 但是我讲了 这里的行情 他绝对还没有结束 今天很多股票拉回来原因什么 因为AI的相关概念股 涨太多了 乖离过大了 他必须要修正 指标股呢应该怎么样 就是看3443的创意 因为在整个 AI里面 跟IP有关的 台湾能够直接 吃得到的 这个题材的应该就是 创意跟3661的事情KY 所以这两个股票都从高档做拉回 那当然会有点害怕 但是我讲了 主要原因在哪里在我说 现阶段这个东西 还完全没有办法去把很多的这个 营收给他完全给他贡献出来 虽然说有增加那增加幅度不大所以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 营收公告之后这个就要做拉回来了 但我个人认为不是这样子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他绝对是一个长线的趋势 所以 AI这一波的拉回 我个人认为非常好 你反而在拉回过程里面 等他整理差不多的时候你再进去我想这股价未来呢 还是有决创新高 所以AI这个题材我个人认为到 后年 到后年都不会改变 所以股价涨多拉回过 他是一个新的机会点 你要特别注意那现阶段来讲的话 我们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布局在这个里面 因为我们的布局 有点像这个五行政 我们很多方面都有 方方面都有顾到 充电桩的也顾到了 对不对 AI的也顾到了 然后呢这个解封的旅游观光相关的也顾到了 对不对 就是大概就是这几个方向 然后再加上这个重电的 重电里面的 电力股跟所谓的减能减碳 这些 方方面面我们都有做布局 所以不管你盘子怎么轮转 我们都有股票 适时的就会做表态 这种投资组合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我觉得 现阶段 整个市场已经有点改变了 我讲过去的行情是怎么样 所有股票要涨就全部一起涨 要跌全部一起跌 对不对 现在不一样他有分好很多个分类族群 然后我今天我就这个族群动 那过几天你休息然后我换其他族群动 轮来轮去的情况下你会发现每天行情 虽然说上上下下震震震荡荡 有时候大涨有时候大跌 但是你会发现呢今天还是很多股票涨停板 对不对我说我刚刚一开始我就讲了我们的体感温度 你看指数好像跌了快200点但是我们体感温度呢 我们体感温度大概是涨了快500点 是不是 重点在哪里重点在说你要了解这整个产业面的东西 我见青山多府妹要青山见我鹦鹉士 你要去欣赏这个产业 这个产业就会欣赏你他就给你 更大的一个报酬 像当初我们跟各位讲2023年我说除能到大翻身的时候 去年2020年年底 要跨入到2023年的时候 我推荐的第1个产业族群就是除能 那你看看喔我们股票也没有乱做吗我们就锁定出他 我也不花心我也没有这个有那个也有对不对我们就持续锁定住他 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未来的涨幅 会最强吗 对不对 当时我推荐给大家的时候在哪里 你自己看喔 去年12月27号在这个地方 到现在的一百六几块 当时买进的这个成本是现在的零桶 有没有这标了两倍多啊200多% 在六十几块我跟各位讲六七十块跟各位讲这次上去呢就是怎么样就会到三位数 起跳当时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我再送一次 然后最后一次提醒大家拉回的买点在这里 对不对 那后面是又噴出 不断的噴不断的噴就是一直噴 借用一下我同事的台词 就是一直噴 对不对 所以我说 这个 很多的好股票 你只要产业对的时候呢 他的趋势 就会不断的往上做爆发 那你与其那边换来换去你看你到最后持有的话 各位 假设 你一千万好了 你当时买进去到现在 已经变到快三千万了 阿你今天用一千万在做股票换来换去有没有赚到快三千万 很多要三百万都很难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这就是什么 产业趋势的威力吗你要 你要相信整个产业好不好我见产业多嫵媚料产业见我英如是 你要相信认同他他就给你好的结果 那整个电力概念股起来情况之下我讲了 政策里面就分什么 分电力 分节能减碳 还有什么还有跟所谓旅游观光有关吗 对那减碳的部分的我讲的就是这一档 我也开给你看 你看我做节目很有诚意 股票没有涨之前我都跟你讲 是不是 你根本不用急急忙忙去追嘛 你真的你看了我节目你去买的你到时候你看今天 今天612的情邦 废话不啰嗦有没有注意到 早上跳空开高之后 最低39.7啊39.7在这个地方啊 不到一分钟锁起来 一架锁到底 为什么 因为他公告的营收 真的跟我所讲的一样 非常非常的棒 他的营收又冲上来这资料还没进来 他营收又大增 他营收为什么会大增 我早就跟你讲过了嘛 各家大厂都要减碳要不要靠他绝对要靠他 像奇美那个再生如 国内可以做就他而已嘛 说说他不飙才有鬼嘛 我说你不知道的 减碳黑马标股当时我跟你讲的时候你都不会相信 我5月底告诉各位这样股票要特别注意 你等一下营收公告我给你买都买不到 有没有再度印证我所讲的今天股价上来 你发现又创新高了 对不对 今天6月8号吗 今天又是涨停板 有没有 完全事先预告这边我就跟你讲要赶快注意了现在的 股票跳空上来涨停 我不相信这种攻击形态今天你看是量缩的 量缩这么小这代表什么意思 筹码都在一些大户手中了 这个叫做喷出断了 会喷多高 不重要重点是你前面有没有先掌握到 这才是重点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看我节目 我的节目绝对有办法做到全业界里面的所谓的 领先预告吗 对不对每个人讲要领先预告领先预告 很多人是做不出来的 我的节目我讲了 我就是要领先做预告 这种节目才有说服力吗 这种节目你加入做你会发现 差距是差不了多少的 为什么因为我节目上我讲的 跟你实际上你所得到的 是一模一样的 建基 2月17号 开始跟各位讲要特别注意 你自己看他3046建基 2月17号在哪里 2月17号在这个地方我就跟你讲了充电桩概念股就是他 你要相信他让你大赚报得美人归 有没有 单身的赚到大钱 没有不敢办婚礼的 对不对不敢给你朋友承诺的你这样赚到钱都敢给他承诺了 为什么 赚爆了各位是不是赚爆了 有没有赚到爆 再拉回跟各位讲 3046建基请你好好把握 对不对 你不要说老师啊这个2月17号好久50几块对不对我没有跟到 各位 这几天喷出钱我没有在节目上做预告 我怎么说的百变不如录影存证麻烦导播 同样的逻辑我跟各位讲见机 一样很低能跟各位追踪 有没有 一样很低能跟各位追踪这个地方 跟你讲 现在到这里了 好到这里之后呢 这几天拉回我跟这拉回是让你上车的 这边的整理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出来这边的整理 他是一个小箱形 昨天的突破叫做试探 今天的拉回叫做洗盘 如果再攻的话呢 就是成功 这个当时我跟各位讲的1519的花城有没有很类似的情况 你像在这一波这个地方 有没有 一样的小箱形 这边突破叫试探 拉回叫洗盘 后面叫喷出 然后就成功了 那这一次会不会再复制一次 我讲你慢慢看 我现在我跟你讲你不会相信 欢迎再回到节目现场各位你自己看是不是 关键拉回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再提醒大家一次 你不要说王老师你这边的这边的2月10几号你没跟我讲 你跟我讲我也没跟到 对不对 就算你跟到了后面也被洗掉了 你没有耐心 没有关系各位你自己仔细回想一下这边拉回来没跟你讲 这边拉回来没跟你讲 对不对 然后这边这边拉回来没跟你讲 这边我都我都跟各位讲要买哦 有没有我都跟你讲要买哦要买哦 有没有这边跟你讲要买哦 很多人不相信 你今天你看到见机 最高公道99.5 差0.5块 就要怎么样 到达我所讲的三位数 这是一个里程碑 这档股票我从这个地方我就跟各位讲了你未来你慢慢看他绝对有这个条件去做破百的动作 就跟什么1519华城一样吗 华城60几块我就跟各位讲会破百 相信的人有多少 相信的全部赚到爆 换到见机我一样复制给你看 从50几块到今天快100块了各位你有没有赚到钱 你不要跟我讲没有赚到钱 你看我节目你全部大赚 你敢不敢而已吗 你相信我你认同我你闭人眼睛买了各位今天再创高有没有赚到钱 这个过程里面我讲的有一些当初歌很爱他 但是我讲你按照我的规划做就对了 所有会员你把抗讯拿出来做对照 王老师请你进出的见机 哪一次没有让你赚到钱 没有一次失手 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会怎么走 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安心跟着我来就对了 见机的基本面 该讲我都讲了 尤其是他还没涨的时候尤其他震荡 尤其他拉回的时候 我就喜欢跟你讲基本面 为什么 我要稳定你的心吗 你不要看股票跌你就怕 对不对 这一次如果说你看到这边股票跌你就怕了 我想后面这两天的喷出去你都赚不到这天涨停板今天差一点点又攻到涨停板 开不开心 所有人都很开心 所以今天行情跌个200点跟我们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吗因为我们的股票 还是涨停板 对不对 TPK 也是跟汽车有关的 我讲这台会慢慢涨你自己慢慢看 今天有过高了45块 有没有 第1个跟你讲你们自己看5月4号跟各位讲 慢慢涨慢慢涨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到今天呢这边也是一段了外资的还买不停 有没有 然后呢大盘跌我讲你不用怕吗我们股票还是涨停板吗 这台股票 什么数 没有变魔术号 昨天 我透露给你看 我们跟各位讲这样股票 接下来也只会喷出 昨天涨停后面会不会继续涨我讲你慢慢看 昨天我怎么说的今天没来人涨停板我们先看一下昨天我怎么讲的百遍不如录影存证 麻烦导播 然后这张股票我跟各位讲 六开头的 有没有 六开头的我讲了小新后面大户会封强 因为 他有一档股票他的族群里面有一档股票叫66625的 币印 币印是不是很强 币印 就开演唱会的嘛 你看 这边成员又在工啊 啊这个100多块了 那这个呢 这个还很低啊 对不对 我先稍微让你喵一下吧 六开头的我讲六开头的那今天有没有涨停板 你们自己看 欢迎再回到节目现场各位你自己看 对不对 什么树 宽宏艺术 昨天没有看到涨停板 有没有喷出 那今天是不是再喷一根 今天6月8号各位你自己看 是不是又亮灯涨停板 连续两天都是涨停 恭喜大家 对不对 我讲的有求必应你没有买到的没有关系好不好 这股票很飙很飙没有错 但是你下不了手嘛 那我讲如果他会飙 你没有跟到的 币益 没有不敢买的币益 可以买什么买宽宏艺术吗为什么因为宽宏艺术 还没什么飙到你注意到你知道吗 这个目前看起来 我拉远 拉远点让你看看 昨天看起来还很低 有没有 再没有历史新高吗 你看今天呢 又喷出去了 所以我说今天行情虽然跌200点 但是我讲的我们体感温度是500点 建基昨天涨停今天又创高 对不对 TBK也创新高 然后呢 宽宏艺术 昨天涨停板 今天又是涨停板 我请问大家你会你会怕这个指数吗 跟一点关系都没有吗为什么因为 我们的股票就是喷出去 情邦今天是不是也涨停板 有没有 今天几个凳 建基差一点涨停 我算0.5个灯就好 这个 一个灯 这个 两个灯 所以我说 今天跌200点但是我们感觉的 长得快多少 长得快 500点 为什么 2.5个灯还不够看 各位你在看这两个股票 昨天建基喷出之后 我跟你说什么 我说请各位你们一起来共襄胜举 对不对 营收准备喷发的股票 请你来抢答 你抢答 我就让你上车 这一档 也是6开头的最近6开头都很顺 66大顺 我先给你看看一下 你们自己看 今天6月8号 又一个灯 今天总共 3.5个灯 建基我算半个灯就好了 有没有 绩效全面大喷发 就今天而已 所以我说这个行情各位 不要气馁 你看我节目你也知道我前面没有每天掌停板 但是我们时机点一到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所做好的布局他可以全面做喷发 你要就是这种感觉 我要的是什么最实实在在的操作 如果我会员没有动作我节目上我不会乱讲 懂我意思吗 我会员没有动作没有买到的 我节目上我不会提 这就是我的节目风格 我要从整个产业面以及整个资金的脉络去找到 接下来有机会让你赚钱的股票 很多股票你是慢慢慢慢的看看到后面的哇发酵了有没有 涨那么多所以为什么很多还是喜欢看我节目虽然我节目上我的股票我的亮灯数来讲的话不是 全市场最多的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看我节目因为你看我节目很多股票你是真的跟得到的 有一些人节目你是看到哇这股票真的好强好强好强 可是呢你每天跟不到没有用 我希望我能够做到是会员有赚到钱 看我节目的人呢 多多少少也跟着喝点汤嘛 对不对我希望我可以找到的股票是可以帮助到 很多还没有能力成为我会员的投资朋友 我需要你们先赚有一天你赚够了一样可以成为我的会员 华晨你看我在节目上讲多久了3046的建基你看我在节目上讲多久了 我今天我光测两档股票 我告诉各位你真的看我节目的 我想你多多少少都会参与到你一定可以有办法赚到大钱 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看我节目 虽然说我不是全场最厉害的 但是还是很多人喜欢看我节目 因为 你看得到一些干货 你敢做敢跟得到 有没有 今天 恭喜大家 这两股票 也是亮灯涨停板 所以我说今天是 3.5个涨停板 那我又没有这个资格再送你下一档股票 现在建基涨上来了你不要问我说老师今天这些还可不可以买 你不要去问我这个问题 好不好 建基我们买的够低要接下来的这次跟他拼了嘛 除非怎么样除非有一个明显的拉回来 关键的支撑没有破 我们在进场 否则我希望各位你可以跟着我去买什么 买正准备要开始 攻击的 未来 一季到两季 他会走出跟建基一样模式的股票建基你看看 还不到两季的时间 他已经长成这个样子 然后呢1519的华城 用了 也还不到两季的时间因为到6月底才两季 还不到两季的时间 给你快三倍的获利 3046建基呢 你从头看到尾今天的差一点点 就已经100%了 差一点就100%了 快一倍了又一档快一倍的股票我有没有这个资格再送你下一档股票 各位注意这个地方 超越建基 我给你讲你买不到建基你就买他 小心弟弟会更强 不要想歪好不好 这一档股票 接下来 会比建基还要更强 因为他所切入到的题材 是现在才开始转流行的 你过去用 电力股你没跟到的 或者是我跟你讲的充电桩的建基你没跟到的 或者是我跟你讲的这个节能减碳的情邦你没跟到的 或者是这两天我跟各位讲的在整个 观光旅游的这个 宽宏艺术你没跟到的 接下来注意什么 这一档会更强 小心 他会超越建基 这一家公司已经有很多法人 这几天去call公司的 我所拿到的报告 每一个去的法人 回过回来的时候 都是笑嘻嘻对他充满信心 所以我想股价未来势必 势必 会开始怎么样 做一个大喷发 所以建基已经飙到快100块了99.5 过三位数我告诉各位转眼的事情而已 但是你不敢追了有没有 我50块叫你买你不敢买 60块你根本不敢买 70块你根本买不下去 80块你用看的 90块你不敢看的 更何况是快到100块 你根本不敢买 那怎么办 买他的弟弟 弟弟小心会超越建基 今天这样股票很简单 身份证里面有1的投资朋友 全部把电话拨通 今天 我们很多股票亮灯涨停板 3.5个涨停板 这样子的强度够不够资格在送你下一档 会超越经济的股票 不用考虑了好不好 你就想想身份证知道有没有1 有1的 全部把电话拨通 这一档股票直接跟大家做分享 我们休息一下带回来 全民抗掌大作战 888抗通膨专案 让您轻松的负担 帮助您快乐的赚钱 抗掌专线02-8511-3366 抗掌专线02-8511-3366 顶页头股 相信从顶页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页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02-8511-3366 8511-3366 顶页头股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分享成功的经验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那种满载而归的感觉 是令人很兴奋的 富裕人生邀请您一同加入 饮料 华尔街 欢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各位你自己看 3046的见机 我刚才讲我都讲了 今天呢 又创新高了又喷出去了 昨天涨停 今天又创新高 对不对 我跟大家讲的6122的 秦邦 秦邦今天是不是涨停板 对吧 然后我跟大家讲的6596的宽宏艺术 今天的第二个灯 然后呢还有这档股票 我跟大家讲的 营收喷发的股票 跟COAS有关的 肩股价 有没有喷出去 3.5个灯 有没有资格再送你下一档股票 各位 小心这档股票 一涨 3.5个涨停板起跳 这是基本的 未来他绝对有办法超越见机 好好的把电话拨通 你买不到见机 你不敢买见机的各位 买他的弟弟 小心 他的弟弟会更强 好不好身份证里面有1的 把电话拨通这档股票 送给各位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